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六王纪下 二十五章一到十七节 昨天我们看到约亚金王 他就投降了嘛 那是第二次被掳 先知以西节就这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那么巴比伦王就立约亚金的叔叔 这个马探雅代替他做王 叫做西里加 把他改名 这个改名是统治者的一个手法 表示我对你有主权嘛 我们的名字通常是父母或长辈 帮我们取的嘛 所以巴比伦王把犹大王改名 代表你是归属我的 我拥有你的主权 那这个西里加做王 前面昨天我们提到 行约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是照约亚金一切所行的 哇这个一样嘛 没有脱离 我们昨天有稍微提到的 事实上要在困难当中 相信神的话确实是不容易 当时候西里加王他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呢 面对是 现在是巴比伦的附庸国 南部还有埃及 埃及被巴比伦打败 等于是打回这个埃及 他的版图所小 他的影响力所小 他也是蠢蠢欲动 所以他就一直来怂恿西里加 就是我们一起联合 来背叛巴比伦 那就是25章这里要讲的 昨天我们是看到第二次贝鲁 第一次贝鲁 学者认为应当是在西元前605年 第二次贝鲁应当是西元前597年 第三次贝鲁应当就是西元前586年 那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三次贝鲁 整个南国犹大完全的被歼灭 西里加背叛巴比伦王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背景 应当是埃及王法老 也来跟这个犹大王说 我们一起来对抗 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对城安营 视为主壘攻城 于是城被围困 直到西里加王十一年 所以这个围城 一段时间 之前我们看到 北国撒玛利亚城也是被围困 围困是因为耶路撒冷城 一手难攻 不容易攻下来 所以他们就围城 那围城就没有食物的补给 就是让他们在里面饿死 要么投降 所以西里加一样面对 跟约亚金一样的处境 要么投降 要么就是 这个事实抵抗 就是这样 就饿死 四月初九日 城里有大饥荒 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在耶利米哀歌稍微有透露 耶利米哀歌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 耶利米所写的 哀歌是指要表达那个国家被灭亡的伤痛 耶利米哀歌二章二十节那里说 耶和华求你观看 见你像谁这样行 妇人 从这里背景稍稍透露 其实这个围城我们都可以知道 一定是到最后没有东西吃 所以前面我们就读过了 妇人交换孩子吃 所以这里说 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 手里所摇弄的阴海 他在哀诉 国家怎么会变到这样 祭司和先知 这是属于你的百姓 在圣所 这是你的家被杀 怎么会这样 表达那个极深的震撼跟伤痛 在《猎王记》下这里就是贫富之数 讲了过去了 有大饥荒 百姓都没有粮食 曾被攻破 一切冰丁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源两层中间的门逃跑 这个门可能是隐藏的 或者是偷偷摸摸打出来的 无论如何 一开始巴比伦人不知道 那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王就向亚拉巴逃走 亚拉巴所指的是 从加利利一直到往南 整个的这个玉旦河谷 所以我们从后面看到 王在那里被追上了耶利哥平原 所以他应当是先往东走 然后要往南走 因为巴比伦帝国在北边 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 在平原比较难躲 他只要过了耶利哥 然后过了约旦河 恐怕就安全 可是上帝让他 就在耶利哥的平原 被追赶上了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三 王身边有一些护卫军 跟着王逃走 等到加勒底人追上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四三 因为王都要被杀了 那我何苦呢 所以所有的人也都逃走 你可以想象 这个西底加王有点糟糕 他等于把百姓全部扔下 只顾着自己逃命 然后呢 加勒底人就拿住王 带他到利比拉 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 利比拉是在北边 是巴比伦大军先前集结的 一个基地 一个军事的基地 在继续往下看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一段补充 这个是西底加的挣扎 在耶利米书38章 我们从14节开始看 西底加王打发员 带领先知耶利米 进耶和华殿中 第三门里见王 那时候 耶利米是被囚禁 那西底加王就去 找先知耶利米 把耶利米带来 王就对耶利米说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 其实王问了好多次了 耶利米都讲一样的 耶利米对西底加说 我若告诉你 你岂不定要杀我吗 我若告诉你真话 你不是要杀我吗 我若劝戒你 你必不听从我 我跟你说 你都不相信 前面耶利米早就已经说了 说什么呢 就是西底加要继续问 西底加王就私下向耶利米说 我指着那照我们生命之永生的 耶和华启示 我必不杀你 也不将你交在 寻所你命的人手中 耶利米一直叫王投降 前面就约亚经投降 约亚经不投降 现在因为他一直讲要投降 所以当时候的百姓就很生气 说耶利米是假先知 当时候的百姓就要把耶利米杀了 所以这里西底加王说 我不将你交在 寻所你命的人手中 耶利米对西底加说 耶和华万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城也不致被火焚烧 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 你要投降 你投降 你全家可以得火 城不会被焚烧 百姓也因此被保守 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这城必交在迦勒底人手中 他们必用火焚烧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西底加王对耶利米说 我怕那些投降 加勒底人的犹大人 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戏弄我 西底加王他害怕被这些先投降的犹大人 来欺负 来戏弄 耶利米说 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 求你听从我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 你看上帝的话 借着先知耶利米 是要给西底加王 给这个城的百姓 给西底加的这些身边的家人 恩怜 可是耶利米却要求西底加王 相信神所赐的祝福 神所赐的怜悯 神所赐的恩怜 可是西底加王他害怕 就是说现实的情况 他自己的判断 他投降更不好 所以他最后决定怎么样 逃跑 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丢下 然后呢 自己带着护卫兵逃跑 你看多么自私 但是真的 他里面有很深的害怕 我们说如果我们是西底加王 在当时 我们也很挣扎 能不能够信得过上帝的话 对不对 所以耶利米说 求你听从我 对你所说耶和华的话 求你听 这样你必得好处 你的命也必存活 你若不肯出去 耶和华指示我的话 乃是这样 犹大王公 你所圣的妇女 必都带到巴比伦王的首领那里 这些妇女 必说你知己的朋友 垂比你胜过你 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 就转身退后了 人必将你的后妃和你的儿女 带到加勒底人那里 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 必被巴比伦王的手捉住 你也必使这城被火焚烧 就说你最后你会被抓到 而且这城要被火焚烧 耶尼米讲得够清楚了 这是上帝说的 你要投降 你投降就没事了 虽然被掳 但是基本上你性命得以存活 城也不会被焚烧 你如果不投降 那就结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看到 西底家王怎么样 他仍然选择自己逃跑 他认为他自己的判断 是胜过上帝的话 这其实在表达是信心的问题 到最后西底家王 他还是偷偷的去求问 先知耶尼米 可是他不愿意相信先知的话 我们刚刚念到哪里呢 念到《立王记下》 25章的第6节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 带他到利比拉 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 这个是在北边 在那里的时候怎么样 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种子 就是让西底家看着他的孩子 全部被杀 并且弯了西底家的眼睛 西底家王他眼睛所看到的 最后的画面 是他的孩子被杀 很残忍的被杀害 巴比伦帝国在除灭这些背叛者 跟亚述帝国不相上下 一样是很残忍的 所以对西底家王来说 你想象西底家王被抓捕 他心里面怎么想 他会不会回想起 耶利米索说的话 然后呢 他要眼睁睁地看着 他的孩子被杀 之后他的眼睛被弄下了 完了西底家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最大的悲剧是 他自己用自己的错误选择 证实上帝的话是对的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19年5月初7日 巴比伦王的臣仆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来到耶路撒冷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 和皇宫 就照着耶利米 献之所预言的 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 就是大的房子 耶和华的殿 耶和华的殿是用石灰石 这个昂贵的 石灰石盖的 那用火烧就会变成石灰粉 耶和华的殿烧了 王宫 王的住所 还有一些比较豪华的 大的房子 跟从护卫长 加勒迪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 四围的城墙 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 被拆毁了 我们九月就要看 尼西米记 怎么重建城墙 这个城墙就是在 这时候被拆掉的 大概不可能全部拆了 只是意识意识地 拆了一段了 因为后来尼西米 用52天把他改起来 拆了一段表示说 这个城不 你不可能守卫了 因为城门大开了 随时都可以被人攻破 攻进去 那时副会长 尼布撒拉当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 这里的百姓 在原文可以翻译做军兵 意思是民兵 这个应当是 那时候抵抗 巴比伦的这些士兵 最后就是输了 被抓捕了 还有之前 已经投降 巴比伦王的这些民兵 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 这个人 原文就是百姓了 所以抵抗到最后的民兵 然后早就投降的这些士兵 还有所剩下的这些百姓 都掳了去 但护卫长留下些 民中最穷的 使他们修理葡萄园 跟踪田地 因为否则 整个地就荒废了 这是第三次被掳 基本上整个南国犹大 也完全被歼灭 被毁了 没有机会再有任何的反抗 耶和华殿的铜柱 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 加勒底园都打碎了 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 这两根铜柱 我们之前知道 这两根铜柱是非常非常大 用很多很多的铜 载不走 所以要带走的话就把它打碎 这两个铜柱 是王登基的时候 或者是立约的时候的广场 所以他等于是见证了 整个以色列国的兴衰 现在完全被打碎带走了 又带去锅铲子 辣茧条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火顶碗 无论金的赢的 副会长也都带走了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圣殿被毁 这些敬拜神的这些器具 也都没有意义存在了 也就是说上帝的同在离开 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 那是他们信心的依据 圣殿代表神的家 代表神同在 只要有圣殿 我们是无敌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 没有人比他大 这里讲圣殿完全被毁 被歼灭 所以当时很多被鲁的百姓 他们整个信心破产 他们认为耶和华神骗我们 他根本能力是比巴菲伦的神还弱 保护不了我们 没办法救我们 他们的心情是这样子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 你看后面作者 又补充说明那个铜柱 你可以知道那个心情的感慨 这两个铜柱 见证了很多的王的登基 还有百姓 跟耶和华神立约的那个故事 一个铜海 铜海是要洁净用的 几个盆坐 这个都不用了 因为耶和华神离开了 也不需要有这些洁净的利益 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蹭 如果我们是贝鲁的百姓在读这些 那个心多痛 没字没句 我们之前在看所罗门盖造圣殿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篇幅 在看这些器皿 对不对 现在全部全部被毁了 这一根柱子高18轴 柱上有铜顶 高三轴 铜顶的周围有王子和石榴 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造尺一样也有王子 再把它 好像我们的回忆又回到当时候 所罗门盖造的时候 那个辉煌 他在提醒读者 都失去了 都没有 当你们离弃神 或者当神离弃犯罪的南国犹大 这一切的威严 这一切的尊贵 神圣全部都没有了 都失去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 刚刚我们看到西底嘉王 事实上 他好几次找叶利敏来问 叶利敏都讲一样的话 西底嘉王 他的心是挣扎 他也想投降 但是他又不敢 他怕被戏弄 他心里有害怕 所以你看 真的很为难 就是说 你自己的判断 你自己的聪明 跟神的应许 神的话 我们要相信谁 说实在话 我们大部分时候 可能还是相信自己 因为看得到 摸得到 我们自己感觉 能掌控 我们的人生和未来 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个悲剧 我就想象 西底嘉王 他逃跑 他逃跑的时候 他看见整个国家 被围困了 围困了一两年 撑不下去了 他也中间过程 开始有一个默默的 一个逃跑计划 其实这个逃跑计划 早在 这个一期结束 都已经写下来了 都说将来 你们的王会这样逃跑 那果然 西底嘉在逃跑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发现 他会不会觉得 你看我的判断比较对 或者他在逃跑的时候 他也在想 耶利米说 我会被抓 所以心里面是非常忐忑 一直跑一直跑 已经到 耶利哥平原了 事实上离 越南河 河谷很近了 到越南河谷 他就容易躲藏 他可以去投靠 可能他想要寻求 雅门 或怎么样的政治 皮肤不晓得 无论如何 他心里面在想 最后被抓了 身边的护卫 这个护卫队 护卫的这个军官 军兵 全部都抛下西底嘉王 因为西底嘉也抛下 整个城的百姓 这些军兵的家人 还在城里 他抛下所有人 所有人也抛下他 他被抓捕 这时候西底嘉王 在想什么 最后 他被带到巴比鲁王面前 看到他的孩子被杀 他心里面有何等的懊悔 他可能那时候就喊着 我要投降 我要投降 可是来不及了 他可能在回想 耶利米说的话 原来上帝说的话是真的 非常的懊悔 在极大的懊悔痛苦当中 他的眼睛被弄下了 他这一生就在黑暗中 脑海里面不断重播 孩子被杀的画面 各位弟兄姐妹 真的求神怜悯我们 我说生命最大的悲剧 就是用自己的失败决定 证实上帝的话是对的 在西底嘉看不见的时候 等到他的眼睛 慢慢慢慢 不那么痛 但是他在黑暗中 看不到 在每一个黑暗的里面 他在那里懊悔 上帝的话是对的 他害死了所有的人 他就这样在懊悔当中 结束他的一生 求神怜悯 帮助我们真的有力量 相信神的话是对的 真的有力量 选择信靠神的话 快快悔改 快快跟随他 快快信靠他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的信靠伤痛 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西底嘉在生命的最后 他不断的懊悔 在生命的最后 他恐怕不断回想 先知耶利米的话 才知道 你的话是何等真实 主求你怜悯我们 不要让我们 好像西底嘉王一样 到最后 才用我们生命的失败痛苦 见证你话的真实 主求你使恩怜悯 透过这些故事 帮助我们有力量 如果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候 正在抉择的过程 主你帮助我们 勇敢的相信你的话 真实的信靠你的话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